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办公证比较简单 我们自己律所有的同事就有公证员证书 美国公证员叫Notre Republic 那么公证的手续是你本人需要在公证员面前在文件上签字 不管你是什么文件 当然你需要出具个人的证件来证明确实是你本人签字 那么公证员公证的是什么呢 是说签字人他的身份是可靠的 确实是他claim是张三离四这个人在文件上签的字 这个公证程序你签字以后呢 公证员也会在文件上盖章签字 证明是你本人的签名 这个呢并不涉及到文件本身的真伪 文件本身内容的准确与否 或者翻译件是否与原件相符 这些呢都由你自己负责 公证员呢并不背书认可文书的内容 他只是确认确实是这个人本人签的字 那么怎么来办这样的公证呢 比如说如果你在美国你可以打电话 给你开户的银行 办理这样的公证呢 一般来说在你自己的银行是免费的 或者呢在一些UPS的商店 或者他们的运营合同商也可以办 有的时候有少量收费 比如五美元 什么样的文件有可能需要公证呢 那么前面说到公证的是签字 所以往往是文件的翻译 或者是签字的证明信 比如说自己的或者来自朋友的 证明夫妻关系 或者呢有的关于党员的statement 自己写的statement 或者其他人的证明信 或者呢比如说过去服过兵役的说明 有的人呢因为各种原因 比如无法拿到出生证 那么有别人证明他的出生情况 签一个affidavit 或者呢其他的对于申请人 这个你自己情况的字数自证 或者其他人的证明 表明申请人属于一个什么情况 另外呢还有如果是老年人退休了 在美国呢要办一个过去叫建债证明 这个领取养老金的这么个文件 你也可以委托他人办理 这个委托书 然后你也可以获得公证 这个呢一般是中国使领馆的要求 还有别的文件翻译各种各样的 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你说我要加急办理EAD 那你要有证据呀 什么样的证据呢 比如说七人生病了 来自中国的病例 那这个可能是中文的 那你想办法把它翻译成了英文 然后呢为了增加可信度 也可以考虑办一个公证 还有呢如果你说我要办回美证 原案trip permit 我要有理由 比如我在中国有家庭原因 或者有临时的职业原因 那么对应的文术也可以考虑办理公证 总体来说像亲属移民嘛 你需要证明亲属关系 职业移民呢 需要证明工作经历 雇佣关系 个人资质 这类的文件 有的时候需要公证 另外呢 你在美国办理的公证呢 还可以在其他国家使用 当然在中国呢 有的时候 中国要求美国有各级政府 提供的三级认证 然后呢 这个文件才好经过 中国使馆方面的认可 然后接着在中国使用 那么总体来说 如果是个人的出生公证 结婚公证等等呢 一般我们建议 你在中国的公证处办理 对于后者呢 结婚公证 如果实在需要呢 也可以考虑 在有资质的翻译社 尤其是在美国的翻译公司 但是其他类别的 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有一些这个移民申请 要用到的文书 你可以在美国办理公证 如前面所述的原则和途径方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